好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这位置那个小样的织法 也就是在两针的左右各取四针 把这四针变成两针的过程啊 那么谁压着谁很有讲究啊 你看这个呢 我们把这边呢算作第一针 二三四这样来 首先这边的啊 减针的形式啊 就是往这边斜着的效果是怎样呢 首先我们拿第三针看啊 挑的高一点 第三针啊 第三针挑出来之后呢 压住了前两针 但实际上第二针的没碰啊 我们不碰第二针 只是把第三针和第一针串起来了啊 给它织成了一针 然后退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针套是自己散落着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呢给它拿下来啊 拿下来之后 然后依然是这样 用这边针跟它 它压着它这样的织 看这样的减针形式 我们刚刚是四针对不对 但现在你看 整理好之后啊 它实际上是变成了两针 你看 它是往这边斜着的效果 刚好是这样的 刚好是这样的形式啊 当然了另外一侧呢是同理 你看 它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同学们明白这意思了吗 只要这一溜 全都用刚刚这个减针方法 另外这一侧都跟它是对称的 记住了吧 好了同学们已经知道了减针的方法 也知道了减针的次数啊 连前再后 我们都在这两针的左右啊 隔三行 第四行 哎呀 这个条哪去了 第四行 减两针 每隔三行 第四行开始减啊 减两针 一共给它减十三次 看到了吗 十三次啊 但是由于整件衣服 我们还要织领口的呀 这个位置啊 那么 在你 织到第 减到第七次的时候 每次这也都是针数 但这次是次啊 你看 你从底下开始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 减到第七次的时候 前面 就要开始减领口了 一就是说你环形织的 这个方式已经结束了 改成什么 改成往返枝了 结束了吗 整个大片往返着啊 这样的枝啊 之前你是环形枝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三行 第四行减两针 一共减了七次之后 你后背 当然还是原样的减啊 它是要减够十三次的 前边当减到七次的时候 就要在这儿减领口 这样减 首先来说 领的正中 我们取十针给它平流 不要减掉啊 因为一会儿 我们还要挑针领子的部分呢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在它的两侧这儿 做减针 怎样的减针方式呢 我们要 每两行减三针减两次 每两行减两针减两次 每两行减一针减X次 为什么要写减X 因为我们要把前片 所有的针数都要给它减没 减走都不要 明白了吗 别忘了啊 你在整个支的过程当中 你这儿还在减针 明白了吗 也就是七次的时候 你才开始的 往返支 支这个位置啊 当然另外一侧 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 当支到第七次 减到第七次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这儿减针 也就是它在这儿 不停减针的过程当中 别忘了啊 这儿你还是在不停减 七次完八次九次十次十一时二十三 对不对啊 这样的方式 同时进行 大家不要觉得复杂啊 你只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往返支的啊 四个减针点 必须都要减针 明白了吗 同时这位置啊 并不受什么重大的影响啊 你只要记住 你这已经开了口了 两边是对称的减 就正确了 明白了吗 好 当你前片所有针都减没了 而且这个位置也减够十三次之后啊 你剩下的所有针 实际上这会儿啊 两侧还都在支针上 还有针啊 就是尖头剩了一点点针 以及后脖子的针数都在 你现在只是怎么呢 只是这儿没有针数了 但这儿有一个十针 所以你现在开始要做一个怎样的调节呢 你需要将两侧这儿做一个挑针 加上其他位置的所有针数啊 你的整个领口一共要挑出92针来 这一圈啊 92针 然后我们将这92针环形 向上织什么 织这个花纹啊 拧针的双螺纹 然后呢 给它织4厘米高 收一个机器边 完成了 整件衣服就完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洁啊 而且极其经典啊 你看我给大家讲的呢 也是非常的投入 而且呢 很多细节给大家都充分的演示了啊 希望你能够看明白了 不会觉得插线式的织法那么的难了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